明镜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子弟斌 台南第一选区的立委赖会员 因为在初选阶段跟同党对手郭真慧杀到剑谷 还有他的女儿被爆出是争议极大的 扑扑牙医后形象大伤 连任之路充满变数 而不只赖会员 就连第四选区的立委林一锦 也因为弟弟林玉仲 标骂公务员 性骚女员工 涉嫌开公务车救驾受到影响 当内幕僚更表示林一锦 忙着帮赖清德辅选 属于故庄 因为这样赖清德子弟斌 立委林俊宪就示警说 只要台南有一席立委落选 赖清德就会输掉2024总统大选 对此多名台南政坛人士也表示 去年市长选举爆发治安和光电争议 加上政府议长选举内斗 再再都让民众对民进党观感不佳 恐怕会用选票教训一下执政党